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自從上次做了一條關於綿條的知識型影片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拍其他這種女性的知識 但做一條這些知識型的影片受到太大的壓力 我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待會說錯了某些就大件事了 這次就有個契機 受到這個TS6邀請我去拍一條關於臉豬群的影片 跟上次一樣 我之前已經在IG問過大家有沒有關於臉豬群的問題想知道 然後我再會在這條影片解答大家的問題 這次男性就可以回避一下 可以叫你們身邊的女性朋友來看 好了 第一條問題 臉豬群是什麼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臉豬群陰到鹽 其中有八至九成都是因為白色臉豬群而引起 其實在正常的情況下 每個人的伸直器官都會有少量的臉豬群 一般情況下就會跟人體和平相處 並不引起任何疾病 但當陰道的酸鹼度改變了 令到臉豬群的量增加了 婦女受到臉豬群的感染的機會就大了很多 平均每四個女性入面 有三個就會曾經有過白色臉豬群陰到鹽 不過這個並不是性病 只是很普遍的一種婦女病 男性都有可能會有這個臉豬群龜頭鹽 不過今天這條影片就是針對女生來說的 所以我就不說太多關於男生的臉豬群問題 Question 2 臉豬群有什麼症狀呢? 我怎麼才知道自己有沒有臉豬群呢? 其實如果你有臉豬群陰到鹽的話 你下體的分泌物會比較多 有時候會感到劇烈的卓熱 癢養 甚至是憑尿的 如果病情嚴重呢? 或者會頻頻產生了異 但是磨不出 甚至是會有排尿困難 那你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臉豬群問題呢? 你可以留意你下體的分泌物的三種東西 顏色、味道和外觀 第一 臉豬群患者的分泌物呢 顏色有可能不正常的 有可能是黃色或者綠色 但是正常的分泌物應該是白色或者透明的 第二 分泌物有異味 味道有可能會聞我似魚腥味 不只是俗稱很難聞的海鮮味 第三 臉豬群患者有可能會流出乳酪狀 啫喱狀又或者是泡沫狀的分泌物 甚至會出現所謂的豆腐渣 有人就問我 臉豬群是不是發生過性行為才會有 其實不是的 臉豬群陰道炎 通常會在免疫力比較差的女性身上 即是她們 她們都容易因為身體的狀態變化 令到陰道的酸鹼度改變 而造成陰道發炎 此外衛生習慣比較差 都是感染的原因之一 很多女生不習慣接觸自己的性器官 因此往往都會比較疏忽去處理那裏的清洗 導致下體堆積了分泌物 因此遭受了臉豬群的感染 然而衛生習慣固然重要 過度的清潔都會造成反效果 有些女生會喜歡用藥用的清潔液去清洗陰道 結果就會殺在陰道裡面的乳酸鋼菌 破壞了可以抑壓細菌的藥酸環境 搞到大量的煤菌之身 到第四條問題 如果我真的有臉豬群陰道炎 我應該怎樣做 我要做些什麼 和不可以做些什麼 這條問題我很多東西想分享 不要嫌我長期 OK 那我就會分回四部分跟大家說 醫生 藥 飲食 還有衛生習慣 首先 如果你有剛剛所說的 臉豬群陰道炎的症狀 我絕對會建議你去看醫生先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副科醫生的經驗 我有一個朋友 她叫A小姐 A小姐跟我說她超級建議大家看男醫生 因為男醫生始終會有顧忌 所以幫大家檢查的時候 都會比較溫柔 最起碼會懂得照顧你 怕尷尬的心情 不像女醫生 因為女對女通常就不要那麼尷尬 很多時候還會比較粗魯 整痛你也不會問一下 還會說看副科醫生是這樣的 而且A小姐說看男醫生 她不會單獨對著你 通常會有姑娘在這裡 不過這件事也是很多女生看男醫生的障礙 因為覺得很尷尬 小白我自己之前是看女醫生的 我就覺得A小姐說得很重點 不過其實看男女醫生也一樣 看女醫生不是一樣會尷尬 被人看下體 哪個都尷尬 我聽完A小姐說之後 很幸福之前沒有看男醫生 好了 去到之後醫生會做什麼呢 不外乎都是問一下你問題 檢查你下體 還有就是她會問你發不發炎 發炎什麼呢 就是發炎你下體的體液 有些什麼細菌 如果你做的話 她就會拿一個 額咀鉗 塗一些KY 然後塞進你下體 用額咀鉗 撐大你的陰道 然後拿一支採集刷 拿你的分泌物 再收到類似司官的東西 然後拿去發炎 不是說笑 也真的挺痛的 拿完之後一兩星期就會有結果 就會知道你是不是微菌性陰道炎 知道是什麼菌令你有陰道炎 如果你要做化炎的話 看一次副科醫生 要三千至四千元左右 看完醫生 通常醫生就會給你 嚴重的話 會給你每晚塞劑 應該多數都是7至14天的分量 如果你用完那些塞劑之後 都沒有好轉的話 代表你的菌真的很厲害 但在短期內 你都不能再用那些塞劑 用太多的話 病菌會產生內藥性 破壞到陰道菌菌之間的平衡制約關係 導致真菌生長旺性 治療週期只會不斷延長 另外A小姐跟我說 她的醫生跟她說 戀豬菌這件事 如果你有性行為的話 你的菌也會走到男生 但男生跟女生不同 他們的性器官內老 不會像女生那樣有個環境可以養著菌 所以就算他們有戀豬菌的話 也很少會像女生那樣有紅有痕有腫 女性患者的男性性伴侶 其實就沒有需要接受常規治療的 但如果他們都出現了 戀豬菌的感染症狀 即是這些 那你就要跟她一起看醫生 以減少交叉互相傳染 不過當然啦 性行為的時候 做安全措施就最穩陣了 另外醫生就會建議你用清水去清洗下體 不要用鹼液 因為怕鹼液會中和下體酸性 女性絲脈處正常的酸鹼液應該是處於pH3.5至4.5之間 呈現藥酸性 因為陰道裡面的好菌與酸菌 可以產生H2O2 雙氧水 以及其他抗菌物質 醫生叫我們不要用鹼液 就是正正怕我們洗走這些好菌 而今次跟我合作的TS6 他們的潔症模式含有TS2L抑菌 正正可以幫助C柱保持藥酸性 而且因為它本身是泡泡 就可以減少和C柱的摩擦 對C柱也會比較好加 至於飲食方面 其實我本身就沒什麼留意 都沒什麼去特別吃什麼的 但為了這次的影片 我就做了一點研究 最多都是講 吃一些益生菌 乳酸 梅素 木瓜 發酵芝士 芫荽 和初榨椰子油 他們可以幫忙預防 我會將某部份的文章放回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就去看看 為什麼他們可以幫忙預防臉豬菌 這次TS6給我的產品裡面 都包含著一件叫做 絲襪休菌絲的萬月梅醉雀片 裡面有有效抗炎成分 花青素 專利的益生菌 A菌和C菌 A小姐也有吃過其他的梅素 她是比較嚴重的患者 她表示這些梅素都真的很有用 即使現在她已經很專作 她也保持著吃 好了 到最後衛生習慣 首先說底褲 底褲呢 就用純綿的底褲是最好的 我平時會在無印良品買 不過用幾個月左右就會變得很大條 A小姐就說 醫生建議她三個月換一批底褲 之後就是一定要手洗底褲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不明白為什麼 我媽媽要手洗自己的底褲 因為我小時候 底褲都可以放在洗衣機上洗 但其實女生開始來M的時候 就應該要自己手洗底褲 因為其實底褲用洗衣機洗是很髒的 如果你們有清潔過洗衣機 就會看到洗衣機 其實會堆積著一堆平時洗完 髒而且排不走的物體 例如塵 纖維等等 那些髒東西和底褲放在一起洗 你笑底褲也不會乾淨 可以去哪裡了 尤其是女性的絲襪布 是特別敏感的 有菌走進去的話 大件事過男生很多 剛剛也說過為什麼 其實還有一些專門 女生洗底褲的清洗液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網找一下 我平時就用自己洗澡的普通簡液 去洗我的底褲而已 那A小姐就說 底褲應該要曬一下 曬一下菌 沒得曬的話 就等底褲乾了之後 都用風筒去吹一下 等高溫可以曬一下菌 而且有人痕的時候 沒得洗澡或者換底褲的話 他們會用護墊 其實用護墊比起只穿底褲 是更容易有菌的 所以醫生其實不太建議用護墊 但用護墊其實是可以用的 不過你一定要勤力一點換 大概一至兩個小時要換一次 還有的就是 洗完澡之後 不要用毛巾去抹下面 毛巾始終都沒有那麼乾淨 那我平時就會用紙巾去印乾的 一定要用乾淨的紙巾去印 我之前看過一集 講女性話題的康熙來療 那我記得小姐就說過 洗完澡會用風筒吹乾下面的 那之後就是要保持下面通鎖 最好就是穿裙或者鬆身褲 少一點穿緊身的褲 因為緊身褲會辣到你的妹妹 令她呼吸不到氣 而且會磨擦得多 順帶一提 穿teabed或者緊身的底褲 都不是那麼好的 接著就是去完廁所 被抹尿的時候 最好用印的方法 而且由前面開始清潔到後面 免得把你乾門的細菌帶去下面 最好就不要拖 因為怕它有些紙巾碎會殘留在這裡 之後的就是不要拔 因為你手不乾淨 不要以為你隔著紙巾拔會比較乾淨 就可以拔了 紙巾碎殘留在這裡的話 更加容易發現 而且拔很容易會拔到你脫皮 紅腫 甚至是流血 如果真的好癢的話 就洗澡 之後塗藥膏 又或者試一下這一支 HICTS6的止痕症微噴霧 它的止痕功力真的不錯 只要向C柱噴兩至三下 然後再用紙巾印一下就可以了 最好的就是 它可以調轉也噴到 而且它小小支 很方便帶出去 即使你不在家也不用怕 它是經過SGS檢測認證 對白色念珠菌 金黃葡萄球菌 綠龍鋼菌 和大腸鋼菌的抗菌力 都有99.9% 另外它就有些香味 可以即時消除了C柱的異味 驚奇油或者運動後用它也很適合 產品裡面的專利斯密抑菌精華 是由新鮮的牛奶發酵而成 可以滋潤到皮膚 而且呢 價錢也很親民的 88元而已 有沒有臉珠菌呢 都可以買來用的 而且男生也可以用的 尤其是 完之後呢 就可以噴兩下 就 乾淨一點 那關於這一題呢 我的經歷就分享到這裡了 大家有什麼補充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聽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到下一題 怎樣可以預防到臉珠菌陰道炎 其實預防方法呢 都是剛剛那一題說的 穿臉底褲啦 手洗底褲啦 保持通爽等等 其實做齊已經可以大大降低 你有臉珠菌陰道炎的機率的了 第六題 臉珠菌會不會傳染 臉珠菌是會傳染的 它可以通過性行為傳染 間接接觸也是一個傳染的途徑來的 接觸被患者感染過的公共廁所 浴盆 浴池坐椅 毛巾 都有機會傳染的 第七題 其實臉珠菌呢 即使你治療過 都很大機會會重覆感染的 不少人都會反覆受到感染啦 應該都算是比較難斷尾的 第八題 臉珠菌陰道炎會不會影響到驚奇 答案是 如果你嚴重的話 是會影響驚奇的 容易造成月經不調啦 影響到月經的顏色啦 月經的周期會變長或者變短等等 好啦 跟上次一樣 以上我所分享的 有些是來自危機啦 政府的衛生署網頁啦 我和我朋友的親身經驗啦 醫生說的 或者在網上看到其他人分享的 我答的問題就是我整合過的資料來的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更加認識這個 臉珠菌啦 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問 我講得有哪裏不夠好的話 大家都可以留言矯正 如果大家想看一些關於臉珠菌的資料 我會放回我參考過的資料 在樓下的影片資訊 你們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看啦 這次這條影片是跟TS6合作啦 所以我循例也要幫他們分享一下 他給我的產品我都用過了 效果都不錯的 大部分產品剛剛已經介紹過啦 還有的就是這一支 TS6的粉嫩淡色精華 他針對黑色素沉積 改善暗沉的地方 可以用在嘴啦 夾垃圾啦 絲綢哥啦 手肘啦 你的妹妹啦 還有你的魚頭的 我自己來說呢 我就一定會回購他的止痕症味噴霧 因為我覺得他的CP值都真的挺高 而且真的很方便啦 我出街去旅行都可以戴著啦 如果真的痕上來的話他真的幫到不少 那TS6的產品呢大多數呢 都可以在屈臣市買到 但這個潔淨霧市呢 就暫時只可以去他們的官網買 即是他們的online shop 那現在TS6的online shop呢 就在做這個聖誕的優惠啦 登記做會員的話呢 就可以用優惠價48元去買這一支 潔淨霧市來試一下的啦 另外呢還可以用680元去買齊一套 有菌絲啦精華和噴霧 如果不想登記做會員的話呢 都可以用我的優惠code去TS6的online shop買東西 用我的code的話就全線貨品88折 詳情呢就看回我的info box啦 那我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啦 未訂閱我的話可以訂閱我看更多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一個like 有什麼就在下面留言討論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小笨蛋們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的